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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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 我刚才在这个村里面转了一圈 我觉得咱这村子真的是特别漂亮 他们说您特别了解这村子 您就是本村人吗 是我本村人 我是这里七地方人 那我算找对人了 我跟您说在这村里转了一圈 我真的觉得特别漂亮 尤其您看您这院 这个瓦 这个墙 这个砖 就是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文化底蕴 这应该挺有历史吧 这个村子 七百年历史 七百年 七百年历史了 不是六百 七百 这个七百年 这样啊 它是明朝初期 那您能给我说说 咱们这个村子的历史吗 给我讲讲 趁着历史了 一两句话是讲不清的 我可以给您提供这条细数 您呢 根据这三条细数 就可以找到相应的警示 也就了解我们村人像的历史了 懂吗 三条线索 还有点神秘 那行 那您把三条线索 是帮我写下来吗 也可以啊 来 这第一条线索 好嘞 现在咱们三条线索已经写完了 对 我们一起先看一看这三条线索 好吗 好的 好的 这是第一条 第一条线索 一溪围绕 报村流 西纸多年 景象幽 无树落花 随水事 如何西里乐幽幽 嗯 这是第一条西线 第一条线索 好 放在这儿 这第二条线索 我们看一下啊 除来 家职 碎 寒财 滚滚云 掏树上来 风送 求之 舒冷 七青山岳 共徘徊 对对对 这是第二条线索 挺有韵味的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猜出它其中的含义 再看这最后一条线索 最后一条线索比较简单 只有一句话 一咬一蒸间 品相愁 阴暈 对 这个其实我倒有点感觉 因为一咬一蒸 这肯定跟吃的感觉上有关 哎呀 好吧 这三条线索我已经拿好了 接下来就要一边寻找 好 咱们一边也要探寻我们整个村子的历史了 马上出发 哎呀 去去去 刚才咱们走的这个屋子叫什么呀 这个院子 叫生房 它是三个人子里面 最小的叫三房 生房里面叫生三房 三房 哎呀 像这块又有一个 又有一房 这是生二房 生房叫做二房 方老师 这个人二房是什么意思 跟我们刚才看的人三房 有什么区别 这个我们称了有九房塞堂 九房里面的生房 人房 我们那个九房塞堂 浙江浙东地区的老房子 都是这样的 浙东门也是老门 都没有变化 这个都是年卯 哎呦 我跟你说来到这儿真的是 太有历史感了 这都您小儿时就是这样的 对 他们当时建的房子 你看今天依然在用 而且依然还很牢固 哎呦 这个房子看上去也很老了 这是统治你给 统治清晓木年 哦 统治年间的 统治造的 哎呦 这门头上这写的这是 你看懂啊 哦 让我猜猜是吗 哎呀 你猜猜猜 你可以 看懂吗 哦 摆啊 摆不是摆 反正像摆 可也可吕 楼 哦 可吕楼运 就这个楼啊 它是姓吕他们家的 那个这个楼呢 它就走运了 运气特别好的意思 啊 对了 这个四个字里面三个都错了 都错了 第一个对的啊 可 可 第二个字可以的语 可以细齿 齿 齿 齿到的齿 齿 对 这个碟固呢 是这样湿进来的 这四个字 嗯 湿京 到了城门 城 过城门 要休息一下 谁说这个国家呢 挺小的 我这也可以到城门去细齿一下 就去可以休息一下 那么这个大巫人家呢 他的期许 他这么大的房子 这么好的房子 也这么期许的意思 可以细齿 我明白了 要自迁 其实房子很好 对 哎呀 这个太有文化底蕴了啊 真不错的院子 那贵府大老爷方印 可亲 办理团练 当家军工 五品 哎呦 这个房子的主人也是方姓吗 也是方姓 他叫方寇清了呢 这些就都是 清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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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报 哎呀 这个应该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了 对对对 那这个人贵府大就是五品 他原来呢 可以去到外面奉贵去的 他不去了 就回到家里 那么呼吸 那么搞腿 这位深重五品观的方可亲 为什么没有去京中任职 而选择留在家乡 漫步清幽的古村中 我心里细细揣摩起他的心意来 也对方氏一族 为何选在这里安居乐业 产生了兴趣 这是我们方氏的种子 这为何了不得 方孝如 那么他是 明朝第二队王帝 那个朱永文的老师 我们的方氏主席是 那个这一位 方伯李 方伯李 他是方孝如的弟弟 他当时选定了咱们西里方这个地方 作为定居的地方 对 词俗 如今古老的宗词 遵从修旧如旧的原则 已经焕然一新 屹立在西里方村口迎接游客 成为了解古村重要的一环 好了 方老师 您陪我转了这么一大圈 我现在已经有这么一点头绪了 这样 方老师 这第一条线索 您能不能给我点小提示 那您要有水的地方去 有水的地方 行嘞 那我现在就去找 一会儿回来 您给我评判 好吧 一会儿见 好 再见 一会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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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溪围绕报村流 这不是说的就是这儿吗 这一圈围绕村子的溪水 好好好 我找到答案了 一 二 三 此时我也终于明白 方老先生的用意 答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 我试着体会 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方氏仙人 他们保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怀 在这里落地生根 这样的情怀 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继续流传于今天的西里方村呢 这条线索其实说的还是挺清晰的 除了家职碎寒材 肯定跟植物有关系 滚滚云桃树上来全是植物 可不可以跟这些植物有关系 这个村子本身也挺逗的 这全都是这种盆景 罗汉松啊 这是罗汉松 碎寒材 碎寒材 碎寒三有 有松树吧 有松 好像有点意思了啊 西里方村那些充满故事的老建筑 让我惊喜不已 从街边小巷穿行而过 随处可见的盆景 也让我感到意外 或许第二条线索 就是为了让我去探寻西里方村 盆景背后的故事 您好 大叔 打扰一下 您这是扛着锄头要去哪啊 去山上 那您上山上干嘛去 挖几棵树桩 挖几棵树桩 干嘛用呢 树桩这个盆景 那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您带个小助手 我帮帮您 我也上山看看 可以 那我跟着您 好 大概要走多远啊 一个小时 这个 上山的路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但是在山中找到一大树中意的木桩 却没有确切的时间 全凭当天的运气 想要找到适合做盆景的树桩 就不能走寻常的山路 专要走植被丛生的野路 完全没有路 没有修的路 没有修的路 全都是 就是靠着村民们走出来的一条路 还要继续往上爬是吗 这是往上爬 一大树身背工具 却依然深情如燕 不一会儿就没了棕影 大树 等等我 这简直一点路都没有 完全没有路了 就是在完全没有路的状态下往上爬 大树 等等我 这个待会儿怎么下了呀 需要坐 需要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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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啊 不 大树我终于 我终于追上你了 我现在 我现在 不光是上山累的 我现在更担心下山 下山 下山 这个下山 特别的陡 好吧咱先 咱先继续找吧 继续找啊 先找到再说 盆景是中国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 但是我在欣赏盆景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 制作盆景的背后 需要付出这么多的辛苦 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有所收获 啊 找到 那要取它哪一截呢 那是在这点 这点上面除掉 最后只留下一个根是吧 啊 这点是个根啊 哦 上面这一支是不要的是吧 不要的 好感受一下啊 胳膊酸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好啊 好 哎 哇 好的 成功了 成功了 把它根倒下去 把它根 哇 哎 还不行啊 对掉 对掉它可能可以起来 这里外有呢 这里外有呢 我以后家里再有盆景 我一定要好好的欣赏它 因为真的是来之不易啊 哎 这个都不是聚下来 这是磨下来的 大叔 像您天天在山上跑 家里人放心吗 放心啊 这个山上 我觉得挺陡峭的 家人放心 我们都从小的山上 你跪来 你跪去山上 啊 我刚才摔了 好几跤 大叔你手破了呀 手刚才滑破了 这个要不要那个 处理一下 不处理啊 我们 啊 不处理啊 它自己会好啊 你经常被这样抓 抓到吗 经常啊 好像好几次来起 大叔不行不行 这个得处理一下 就完全让它这样干的话 会有点 不太卫生吧 有没有处理一下 不 没关系吧 我们就是 这个就是这个叶子 哦 这个叶子在下来 在叶子嘴里下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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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真的是民间的智慧啊 哎 哎 感觉好像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吧 好 差不多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 试试 哎 哎 经过我们大概将近五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才终于把这个树根的其他的这些根系全都给它剪断 对 这个 剧断 现在我们的成果就是 它 哎 它 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哎呀 还挺欣喜的 不过说实话我现在完全想象不出来这能做成什么样的盆景 但是我相信您 那咱们就准备下山吧 准备下山 哎 这是我们的收获啊 啊 经过一段连滚带爬的路途 我们终于回到了共游人上山的山路上 中国的盆景最讲求意境 和我第二条线索的诗句 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条线索里面有一句 滚滚云滔树上来 我觉得就是现在那个风吹着 你看这个竹林发出的沙沙的响声 就特有那种意境 对 而且咱们今天又收获这么大 这样我们在这儿照张相吧 好不好 好 我们就用这个影像 对应我那第二条线索啊 来 一二三 这是您家是吧 到了 好好好 哇 太壮观了 这都是您自己从山上一个一点弄下来的吗 一个这么小一个 您这个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 大概需要刨一个多深的坑啊 30公分 30公分 对 我们要把它埋到这个位置呢 要埋到这个位置 哦 好嘞 我们埋上它以后 大概要多久才能成为做盆景的这个材料呢 一年 啊 一年 一年啊 一年 哦 哦 还要把它先浇透一遍水是吧 嗯 大叔我看您院里种了这么多 嗯 这些是您自己的爱好吗 还是说 爱好 我看咱们大道边上小道边上好多都种的是这个盆景 嗯 那些是咱们村民种的还是谁种的 村民种啊 都是村民种啊 哎呀 它是可以空来来嘛 它在门口去种一下 那我弄我弄就是干嘛 哦 让一大叔引以为傲的是 他是西里方村第一个做盆景的人 直到今天 家家户户门前的盆景 大多为村民亲手栽种修剪 久而久之 西里方村村委也将盆景作为装点美丽乡村的一大亮点 布置在村中的公共绿化带之上 这样的兴趣使然 不知道是否与建村始祖方伯李 在几百年前 选中群山簇拥 西水环抱的这片土地 有着相同的情趣 按照第二条线索的提示 我找到了西里方村盆景多的原因 这第三条线索一定跟美食有关 听说村中的糕点铺 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忙碌 顺着飘出窗外的烟火器 我决定去那里找找答案 哎呀 哎呦 阿姨您好 您这做什么好吃的呢 我在外面 米馒头 嗯 哦 哎 做了你做了 那你出来 不是 我不是吃 阿姨这个是需要这样一咬一下 放在这里面 嗯 然后是在那个梯上蒸出来是吗 对对 一咬一蒸 哎 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我们那个线索的那个答案 这个是什么做的呀 您和上这个 干什么呢 哦 米粉 发酵 嗯 别的东西没有 白糖 和白糖 就这两样吗 嗯 这个您做一个我们瞧瞧 我们跟您学习学习 好 米馒头 是象山当地一种有名的特色糕点 据记载 起源于南宋时期 也是咱宁波的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下面哦 这下面是有模子的 和好的米糊糊放在这个模子里啊 盖上梯布 我帮您来两个吧 好 哎 就个这东方的去啊 哎呀 这个米糊糊感觉上像酸奶一样 又喝 好 行吗这个小不少 好像我这个 跟您做的这个还是不一样 您看您这个都非常平整 我这个弄的上面都是 齐取不平的啊 没关系 咱们蒸出来看看什么样 好吗 走 好 来 那咱们就把它放上去啊 好 米馒头的做法并不复杂 却像我的第三条线索中所说的 对于土生土长的象山人 从蒸铁钻出来的香气中 夹杂着浓浓的香愁 开铁吧阿姨 咱看看怎么样 好了吧 哇 你看看 我尝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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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儿有一个 我现场尝一个啊 我跟你说 刚出剃的这个 哎呀 这个绝对是最香最新鲜的 好 哦 拿不了 吃吃吃吃看 太烫了 太烫了 香了吧 嗯 香啊 特别特别香 而且那个口感 虽然也是米做 但是跟那个 就咱们吃那个 瓷巴呀 口感又不一样 更绵软 而且那个米香味特别浓 还带着一股甜味 甜丝丝的 太好吃了 嗯 嗯 好吃好吃 那我能不能邀请您咱们一起跟他照张相 好的 好嘞 嗯 一二三 好 现在这三张照片我已经照完了 那第三个线索我觉得应该我是找对了 但是那两个对不对呢 赶快去论论方老师 哎 方老师 哎 小鹿小鹿 您好您好您好 方老师 这个按照您给我的线索呢 我已经拍了照片 这样您来验收一下好不好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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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您第一个线索呢 这个 一夕围绕抱 村流 哎 所以我照了一个带着这个 挺好的照的 一圈水 还有带着房子的 咱们村庄的那个 照片 老房子 嗯 然后第二张照片呢 除来加值碎寒财滚滚云桃树上来的那个 那首诗啊 嗯 我就跟那个易大叔我们上山了 我们去挖那个树根 去做盆景 嗯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 哈哈 我觉得第三个我是最有把握的 嗯 这是米馒头 哎 乐了乐了 就是 我们吃地方的特菜 这事也算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名小吃 虽然做法简单 但是味道特别好 那您给我这次的表现 打个分吧 最低100分 我还要给你加二十分 哎呦 谢谢你 一百二十分 谢谢 谢谢方老师 你已经对我们村庄了解的挺多 挺好了 嗯 我现在呢 对比较那个村委会 我们西里方村村村委会 来 给你荣誉竞赐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方老师 兽与路遥西里方村荣誉推荐人 哎呦 这个称号我太喜欢了 对对对 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美的村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给我的荣誉 谢谢路遥 谢谢 谢谢 三天的西里方村探寻之旅即将结束 我从最开始的寻找答案 到后来 我顺着线索逐渐走进这座古村的内心世界 这里面有一种西里方村人 对家族根源的手啊 六百年的底蕴 让西里方村人 有底气去期许更美好的生活 西里方村不虚此行